学校里两名小学生正在打闹 不小心撞到了一旁的书包 空气突然安静下来 孩子们都一脸崇拜地看着男孩 警方很快就来到男孩家开始调查 虽然美国允许合法持枪 但恰恰学校是个例外 杰斯收到消息顿感大事不妙 可当他赶回家时 索尔已经打开了他的武器柜 杰斯健壮赶忙解释道 自己有合法的持枪症 可他不知道的是 武器柜里可不单单只有武器 还有莱斯特偷偷放进去的胸器 以及妻子的私人物品 看着索尔拿出的一件件东西 杰斯是一脸的懵逼 证据确凿杰斯也被逮捕入里 很快索尔叫来了莱斯特 作为三年的高中同学 索尔委婉地解释了杰斯犯下的事情 可没想到 莱斯特居然给了弟弟一记狠狠的助攻 索尔感觉这是自己听到过最无语的事情 由于证据充足 莱斯特成功洗脱掉了身上的嫌疑 摆脱嫌疑后的莱斯特 心安理得地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莱斯特来到杉姆的家中 由于杉姆的死亡赔偿金迟迟没礼赔 杉姆的妻子很是着急 莱斯特表示办法也不是没有 就这样杉姆的家里发生了一场小型地震 时间来到一年后 莱斯特也和同事琳达结了婚 并容登公司销售冠军宝座 此时的莱斯特可谓是事业爱情双丰收 就在他沉浸在这份喜悦的时候 他在酒店里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 此人正是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好大哥马沃 莱斯特遇上前打招呼 可没想到 马沃却露出一脸疑惑的表情 原来马沃最近新接了一单任务 现在他的身份是一名牙医 为确保身份不被曝光 马沃装作不认识莱斯特的样子走开 可谁知道莱斯特居然也跟了上来 马沃六个月的潜伏 全被莱斯特这个憨批破坏了 莱斯特怕马沃杀自己灭口 直接拿着手中的奖杯砸向马沃 回到家后 莱斯特立马收拾东西跑路 他深知马沃的性格 马沃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果不其然 莱斯特看见马沃提着枪出现在的家附近 他立即跑上了二楼 马沃走进房间 隐约中他好像听见二楼有人说话 循着声音马沃来到二楼 他发现的不过是一台录音机而已 马沃刚打算上前查看 显然这是莱斯特射下的圈套 看屋子里没了动静 莱斯特走了进去 屋内的马沃早已逃之夭夭 镜头一转 马沃一蹶一拐回到住处 忍着巨痛对腿进行了包扎 可没想到 警员约翰竟出现在了自己家中 这次约翰没再懦弱 他直截了当地扣动了班机 就这样好大多马沃就此以恨西北 随后警方找到了马沃的录音盒 原来马沃有一个习惯 就是每做完一单都要记录下来 恰好莱斯特的录音也在里面 警方很快就对莱斯特进行了抓捕 莱斯特知道事情败露了 慌忙骑着雪地车打算逃跑 可由于编剧不让 莱斯特的雪地摩托只能翻车 起身的莱斯特慌不择路地 跑向刚刚结冰的湖面 尽管身后的警察不停地喊着威胁 但莱斯特依然不管不顾地向前奔跑 正如他走上犯罪道路时的情形 莱斯特已经无法停下自己的脚步 最终他带着自己的罪恶 掉进他逃不出来的万丈深渊 冰雪豹第一季到此为止 我是以诺带你找寻电影的真谛 感谢关注新的剧集将会更加精彩